台东市中心路六段的大马路边 一户人家将一对儿和一只供火机圈养在一起 三人同时在路边多步 没想到供火机一试到了发情期 却找不到对象 最后竟然选择了不同种的同伴下手 在光天花日之下强奸了母儿 而在一旁的供儿束手无策并不断的喊叫 只好冲向路中向过往车辆求救 一度造成交通的堵塞 警方闻讯急速赶到现场 不断按喇叭将纠缠在一起的鸡还有鹅儿拆散 最终阻止了火机恶霸的行为 令人想不到的是 好事被破坏的火机怒火中烧 对着警察的脚猛左反击 今天怎么在楼铃的交配 我怎么知道 我就看着好奇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动物界乱伦事件 鸟琴专家表示 火机只有在发情期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由于火机和鹅的生理过照不一样 所以这一切都只是闹着玩 大家别太紧张 东南新闻综合报道